不论晴天 雨天 白天 黑夜 只要不想出门 外送员就是你最好的伙伴 虽然不少民众发现 平台收取的外送服务费越来越高 但接下来可能又要调涨 增加上楼等待费 甚至还像计程车一样 需要夜间加成 这样未来一笔外送订单 到底要多多少钱 先看看目前计价方式 以我这距离2.2公里的餐厅来计算 外送费25 服务费30 总计55元 但若以全国外送产业工会 提出的适宜收费来计算的话 未来每笔外送费都是60元起跳 距离超过3公里 每公尺加1元 若你还需要将餐点送上楼 甚至需要外送员等待面交取餐 那么这服务费又会增加5到20元不等 这样一笔订单 零零总总就要80元 我觉得可以接受的话就会去点 所以对啊 看个人吧 看每个人 我可能就是去实体直接买 就是觉得蛮贵的 就外送人比较辛苦 应该再多给他们一点 然后不应该平台拿那么多 因为以目前外送员收入来看 每笔单10拿约40到45元 工会也希望在相关收费调涨后 10拿部分可以有到 基本公司实行的三分之一 增加约20元 而不是全北平台货运业者吸收 即便平台给出烫次奖励 鼓励外送人送餐 不过要是相关费用增加 他们也不排除减少奖励 这样若是尖锋时段 民众可能就需要花费更长的等待时间 虽然目前交通部表示 相关计费方法还在讨论中 但若真能透明化 这样不止外送员有保障 消费者也能看清楚 自己的钱到底花去那